仓劫造字 唉 又不及格 汉字太难学了 唉 唉呀 你 你是小龙人 唉呀 怎么办 汉字引全丢了 我回不了家了 别着急 小龙人 你的家在哪里啊 我的家在另一个平行的世界 刚刚我正在天上飞 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带到了这里 世界里原来有365个汉字印 也全都散落不见了 我是苍结的助手 我负责将造好的汉字 变成汉字印 去各个地方教大家识字 现在全丢了 回去可怎么交差啊 等等 苍结 造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让我来跟你讲一个 苍结造字的故事吧 神奇的汉字 嘿 小朋友 有没有想过 没有文字 会是怎样的呢 上古时期 人们会说话 但没有文字 生活就非常不方便 大家只好利用各种方式 来提醒自己想要记住的事情 结绳就是其中一种方法 可是并不保险 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 苍结就曾经吃过这种苦头 苍结在皇帝手下当官 管着各种牲口 粮食和物品 年底该给皇帝进献礼品了 苍结为此精心销选 并一一在绳子上打结进行记录 两匹马 三只羊 木头猪 哈哈哈哈 今年可真是大丰收啊 天哪 我要线上的礼品 这可怎么办 全都对不上了呀 苍结一直苦苦思索 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呢 往东走 那里有羚羊 往北走 前面不远处可以追到鹿群 你们都错了 应该往西走 可以猎到老虎 哎 几位老人家 你们怎么知道哪个方向有什么动物呢 你看看 不同动物的脚印是不一样的 这是羚羊的脚印 这是鹿的脚印 这是老虎的脚印 所以我们才能为不先知啊 哦 原来如此 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 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 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 把文字记录在哪里好呢 得找个够坚硬能保存的东西 以后就把文字刻在硅甲和兽骨上吧 叫它甲骨文 中国的汉字就这样被苍结造出来了 这就是苍结造字的故事 小朋友 你们记住了吗 甲骨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 距今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是汉字最原始的样子 当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汉字的起源 往往要向上追溯到甲骨文 那时候的大部分文字 是模仿物品的形状造出来的 所以叫象形文字 虽然很好辨认 但实在是太难写了 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 从甲骨文到金文 小传 历书 凯书 汉字逐渐由复杂 编得简单 更易于人们来自行书写交流了 但字形和字衣的高度统一 却一直是汉字最根本的特点 哇 原来苍结这么厉害 你是苍结的助手 肯定也很厉害 小龙人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散落的汉字印 凭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找回来的 必须要由你们这个世界的人来搜集 我会发动咒语 让它进入神奇的汉字课堂 每天叫一个字 如果它学会了这个字 并且通过了考核 就能把这个丢失的汉字印找到 集集365个汉字印 我就可以回家了 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嘿 小豆芽大力量 包在我身上 我叫豆芽 你呢 谢谢你豆芽 我叫方芳 咱们以后就是朋友了 对 最好最好的朋友 哈哈 哈哈